3月24日,在总统拜登访问欧洲期间,美国宣布了一套针对俄罗斯的最新制裁措施,并且进一步向乌克兰难民提供援助。 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将对400多个目标进行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国家杜马及其300多名成员,以及40多家俄国防公司。 美国还在计划采取额外措施,阻止俄罗斯试图支撑其经济。 白宫同时宣布,将允许多达10万名乌克兰难民进入美国,重点是那些最脆弱的人。 此外,拜登政府还准备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在未来5年内提供110亿美元,用于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农业中断后的粮食安全威胁。 除了这些资金之外,拜登还将宣布启动一项新的欧洲民主恢复倡议,提供至少3.2亿美元的新资金, 以支持乌克兰及其邻国的人权和推进民主原则。 政府高级官员表示,随着新制裁的出台,美国、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和欧盟也将宣布计划, 通过明令禁止任何与俄罗斯央行有关的黄金交易来削弱俄罗斯央行支撑经济的能力。 拜登24日上午参加了北约领导人紧急会议,一名高级政府官员称,与会者的情绪冷静、坚决、令人难以置信的团结。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各国继续提供支持并且增加安全援助。 但是高级政府官员称,泽伦斯基没有再重申他对设立禁飞区或者加入北约的要求, 北约已经明确拒绝了这两项要求。 在北约闭门会议开始之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表示, 我们一致谴责克里姆林宫毫无来由的侵略,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完整。 他表示,该小组还将讨论在短期和长期内加强军事联盟防御的努力。 白宫称,北约峰会之后,拜登将会见七国集团领导人并向欧盟领导人发表讲话。 在国内,拜登继续面临着来自两党的压力,要求他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以及支持率下挫的挑战。 拜登计划25日前往乌克兰的邻国波兰,向该国提供更多支持的同时,慰问驻扎在那里的美军。 自冲突爆发以来,波兰已经接受了数百万逃离冲突的乌克兰难民。